嗨,大家好,我是好业,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交入的知识。 不管你喜不喜欢经济学,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,经济原理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,脱不了关系。 你未必想知道通货膨胀到底是怎样来的,为什么有些国家很有钱,有些国家又很穷。 但我想你应该想知道,什么时候要买房,经济低迷下,是应该存钱还是投资,又要怎样管理自己的经济。 今天好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《小岛经济学》,让作者西夫兄弟利用一个生动有趣的小岛故事,教你读懂一点经济学,在人生关键时刻可以做出更好的决定。 从前有三个人,艾伯、贝克和查理,他们住在一个小岛上,这里的人生活艰苦,没有任何奢侈品,而且食物种类极少,他们的菜单上只有一道菜,那就是鱼。 然而这个地方疑似独立,人类先进的捕鱼技术这里一种都没有,他们能做的只有跳进水里,用手去抓住那些又黏又滑的家伙。 而徒手捕鱼一天只能捕到一条鱼,捕鱼成了小岛经济的全部,他们每天的活动就是醒来,捕鱼,吃鱼,睡觉。 一天夜里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,艾伯开始思索自己人生的意义。 除了捕鱼,艾伯还想做点了别的事情,他想做几件更时尚的棕榈叶衣服,他想要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。 当然,他还想做导演拍戏,但他每天忙于捕鱼虎口,这些梦想又该如何成真呢? 这时候他的大脑飞快运转着,突然就想到了捕鱼去。 这个物件可以很大程度扩大人手触及的范围,并且使鱼溜走的几率大大的缩小。 只要一抓住鱼就很难逃脱。 有了这个新装置,他就能在短时间内捕到更多的鱼了。 而那些闲置时间,他就可以用来实现他的梦想了。 第二天,贝克和查理注意到艾伯没有捕鱼,而是坐在沙丹上将棕榈树皮搓成绳子。 贝克赶紧问道,你在盖什么呢? 艾伯解释说,我突然有个灵感,想做一个捕鱼去,这样就可以尝试捕鱼的新方法了。 有了这个捕鱼去,捕鱼的时间就能缩短,再也不用挨饿了。 查理觉得自己的朋友肯定是疯了,要是你的捕鱼去不好用,就别哭着来跟我要鱼吃,我一片也不会给你的。 艾伯没有被查理的话吓到,仍继续在织网。 到这一天结束时,艾伯终于创造出自己的鱼网。 基于自我牺牲,他创造了资本。 在这个简单的任务中,艾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提高生活水平的经济原则。 那就是,消费不足赶鱼冒险。 消费不足。 为了织网,艾伯就不能去捕鱼,他必须放弃当天的所得,放弃那条本来可以捕到吃到的鱼。 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不需要这条鱼,他是非常爱吃鱼的,而且那天没有捕到鱼的话,他就会饿肚子。 他对鱼的需求和他的两个朋友没有什么不同,但他选择了暂时延迟消费。 是为了将来消费更多的产品,捕获更多的鱼。 冒险。 除了消费不足,艾伯还需要冒险,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捕鱼区到底好不好用。 自己花费了一天的时间饿着肚子辛苦劳动,却不知道这个东西究竟能不能补偿所思。 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只剩一把绳子和一个饿扁的胃。 现在艾伯一天就可以捕获两条鱼,并把多出来的一条鱼存下来。 这时候多出来的鱼,也就是我们的储蓄,诞生了。 而储蓄的用处有以下几种。 第一,艾伯可以把鱼留下,留着以后自己吃,这是最保险的选择。 这样一来他就不会有任何损失,当然他的储蓄也不会有任何增长。 第二,他可以放纵一下,不用干活,将自己的储蓄存下的鱼,消费掉。 第三,他可以建立自己的鱼网出租公司,把它的网租出去,并每天收取半条鱼的租金。 第四,他可以把两条鱼借给贝克和查理,并收取百分之百的利息。 这样艾伯就可以得到四条鱼,但这个方案也有存在风险,他们可能会翻脸不认账。 简单来说,他可以把储蓄存下来,他可以把储蓄消费掉,他可以把储蓄借出去,他可以用储蓄投资。 他也可以尝试将上述四种方法结合起来。 毫无疑问,艾伯的最终决定取决于个人对风险和报酬的偏好,但不管追踪方案是什么,他的抉择都会汇集这座小岛的经济,而且也不会给自己的两个邻居增加负担。 最后艾伯选择了把鱼借出去,让自己同时也让对方获得了更多的鱼。 艾伯降低自己的消费,饿着肚子,创造了可以提高生产力的工具。 就像我们没有储蓄,没有资本吃,省下了金钱,放弃了享乐,花时间去工作,学习新的知识,新的技能去提高自己的能力,创造更高的生产力。 有了鱼网,就可以给他带来多余的鱼,这时候就给他提供了各种机会的可能性。 就像生活上,当你提升了自己的知识、技能、收入自然就会提升,就可以利用多余的钱做各种不同的事情。 你可以把它消费掉,借出去,存下来应急,或是像艾伯一样拿来投资,换取更多的鱼。 追求更多是人类的本性,不管已经拥有什么,我们总是想要更多。 也许不是想要更多的东西,而是更多的时间,更多的乐趣,更多的选择。 所有的这些需求,都需要提高生产力来创造资本。 而你呢,你又是怎样利用你的时间,你的储蓄呢? 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深思。 好了,这就是今天,好友和大家分享小岛经济学的几个重点,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启发。 小岛经济学以预言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个小岛上的经济起步,到繁荣,再到衰退的故事。 从岛上追出只有三个人到一个国家的建立,通过一连串的故事,让我们知道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稀奇相关的经济学问题和现象。 上了大学三年孤照的经济课,还不如一本有趣的小岛经济学。 这本书九岁到九十岁都能读懂,它没有图表,没有孤照的数学公式,没有凡人的理论。 而是以好玩的故事和生动的插画,利用一个小岛的经济发展开启智慧之门,是一本别具一格引人入胜的经济学著作。 谢谢大家的观赏,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,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,点赞和分享,启发更多的人。 如果不喜欢的话,那我再想想看,怎样吧? 哦对了,别忘了点击下方的小铃铛,以在影片更新时第一时间获取通知哦! 我们下一集再见!